其實因為像這個OneNote翻轉學習平台啊 老師因為現在都有聽過翻轉學習嘛 對不對 那我們學校現在用的那個智慧大師其實也是翻轉 就是那個智慧學系統裡面的領導品牌 但是呢在OneNote這一塊他比較跟他的類型比較不同 所以我們利用今天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 老師也可以比較看看你覺得 哪一個可以就是在您的教學上可能可以比較有幫助 那首先您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邊有一個互動擺板 你可以把它打開 打開 因為我相信老師現在上課常常問一件事 但是又要自己回答 有沒有問題 沒有 繼續 對不對 一定要自己回答吧 對不對 不然現場 嗯 鴉雀五針 那沒關係 因為 等一下呢 我畫面切回來之後呢 你看 有 匿名的四位同學已經進來了 有看到嗎 蛤 你不知道你剛打開就進來了嗎 有駱駝 有犀牛 有沒有 灰熊 所以這是匿名的 所以同學有問題就在上面問 那您看一下這裡 最簡單的 文字區塊有沒有 我有問題 這個 OK 好 這是最簡單的 好 那當然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這是第一個 老師這是 即時的 而且怎麼樣 你在動 大家看得到哦 只是因為你現在畫面沒有切過來 待會兒你自己看哦 第二個 如果你覺得這樣 法式比較慢 用畫的 你看這個裡面有沒有那個塗鴉 有的人就是比較會畫啊 對不對 對啊 這樣也可以啊 然後呢 如果你覺得 欸 這樣還不夠 你想要怎麼樣 來這邊 比如說我們找 這裡 假設你想要貼個圖 像這裡 OneNote最近有這個 這是我的部落格 比如說你想要把這張圖片 你覺得這張圖片有什麼樣的問題 你可以把它直接貼過來 有沒有直接貼過來 欸 因為現在 教學現場 黑板白板 都只有老師敢用嘛 同學都不敢 上來對不對 很可惜啊 因為就是要給大家用的 好 就這樣就可以進來用了 所以如果你待會有問題 也可以在這邊直接提問 萬一你不好意思的話 我也不會知道你是誰 可是你可以從這個 因為滑過去是一個框框 我會知道這是哪一隻 哪一隻 只是不知道是什麼人 這樣而已 好 所以你可以大膽的問 沒有關係 不要客氣 好 這是第一個 我們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 提供一個 互動的機制 那這個在手機上 當然也可以用 所以就是 如果是在一般教室 其實也可以 但是這個不是萬用的功能 這是Google 雲端硬碟的功能 欸 雲端硬碟的功能 他就是 老師你是說那個 老師端可以看到 現在在講話 是犀牛還是灰熊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可以 我先切給你 好 這樣馬上體驗一下 好不好 我現在畫面也還給各位的 你體驗看看 而且我剛剛有發現 我們學校也有過過網域在管信箱 有沒有 你看 有人在寫大有沒有 有沒有 阿如果你覺得他擋到臉 你可以把他移開一點 有人在寫嗨的啊 大家好 我 這樣有沒有看到即時的 對不對 這樣的話就是相對來講比較容易 剛開始大家會比較好奇 所以在上面畫來畫去貼一貼 可以簡簡貼貼啦 但是 真正 我們把應用在課堂上 大家比較習慣的時候 有問題就在這裡問啦 你看有人說要去東山學嗎 那什麼你看 這樣有看喔 對啊 這樣就是 課堂上的互動比較多一點 不然每次現在都是 老師上 唱獨角戲 知道你是誰 你就打一個 然後你看我滑過去 滑過去那個框框 有沒有看到 那是誰 對 看顏色 沒有 你滑到框框上面的時候 才會顯示那暱稱是誰 來 您畫面借我一下 抱歉 來 你看 你看我的 來 你看 這是場景錄的 這一個 有沒有 你看我滑過去 我滑過去 有沒有 這是灰熊的 灰熊 跑到酒人去 把他送去外 有沒有 滑過去就有知道 這是誰 他原則上 顏色會跟上面的一樣 嘿 那 點開 我就知道 現在有13位進來的 有沒有 但是呢 保持匿名 保持匿名 因為 有些人就不好意思問啊 對不對 但是在匿名狀態之下 他就願意問啊 這樣子 比較有機會 找到同學的問題在哪裡 其實我們平常在教室裡面 您直接點同學起來 或許有時候他也不太想理你啊 那透過這個方式 這樣子大家互動就比較多 測驗雖然是一種很快的方式 但是有些時候也會讓人家覺得 比較不喜歡 比較不喜歡 所以其實我們 透過不一樣的方法 其實老師這個題目書在這裡啊 比如說 欸 老師您畫面記我一下下好了 您看一下哦 這裡 您看到這邊 因為我們 跟護理有關嘛 人體 就很重要對不對 這個好像是應該學的 可是這是互動的嘛 這網站老師有去過吧 蛤 你們沒有去過嗎 肌肉我關掉 把關掉就看到神經系統 這樣教生理學 剛剛老師不是在找那個生理學 這樣不是比較容易嗎 對啊 因為他都看得很清楚啊 對不對 腎臟在後面啊 那我們腎臟一高一低吧 這都即時的啊 而且 還不是只有這樣 你可以 把這個 打開 我還可以針對細部的部分來做 細部的部分來做啊 對啊 像骨盆 我們現在看到脊椎骨盆嘛 虛幹的部分在這裡啊 你要不要任務打開 任務關掉 你就看到啦 因為你沒有3D的概念的時候 我們看圖 事實上是 不容易看得清楚啊 老師這網站來過啊 我怎麼看得到 我們不是全部教肚理啊 哦 了解了解了解 所以 這個叫 BIO Digital Human 他也有APP 所以你如果在手機上查 也可以 那 他本來是只有中文 那是英文 但是你可以直接用部落翻譯 把它翻成中文 好 這個部分對 有些同學來講 他可能 尤其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比較容易 因為畢竟專有名字很多嘛 好 你可以透過像這樣 那 他可以自由打開 看 你要看哪一個 那如果你想看 比如說我們肩胛骨 你把它點一下 他就有肩胛骨相關的內容 你會秀出來 好 甚至他也有做動畫 比如說心臟怎麼跳啊 那這個 我覺得在我們學 所謂的生理學的時候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輔助 因為 一般我們看圖都是平面2D的 很多3D的感覺 他看不出來 尤其那種相關位置 相關位置 像我們的大腸對不對 我們這個 消化系統 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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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消化系統 像我們大腸 他就不是平面的這樣 很 烹解腸不是平面的過來 是有點往前的在過來 對不對 所以 這很多東西像這樣 就是 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 您從這邊也可以發現 學習 現在就有很多種不一樣的 工具 我們就是希望說 老師在 上課的時候 沒有更多的什麼 花樣可以變 教的內容沒變 但是我希望 我變一些教學方法 讓同學是可以接受度比較高 那這樣他學得起來 老師也會覺得比較成就感 我們現在 最大問題是老師沒有成就感 都覺得 我已經很正這樣教了 可是同學都不領情報 對啊 這樣不是很可惜嗎 所以 這樣 老師OK嗎 所以我們在這邊 幫你準備了這個 你就可以下帳 那 當然 如果說 同學真的有問題了 他也可以把這個畫面拍下來 雖然我現在 沒有用那個了 來 你看 我有一些工具 我就可以這樣 這個肝臟 左肝 右肝 有沒有 對不對 好 那 如果有問題就把它複製起來 你就可以貼到我們剛剛那裡面來 這樣來問問題 或者老師上課的時候問同學也可以嗎 對不對 馬上就及時回答 看看誰搶答 好 類似一些問題 我們可以出題目就出在這裡面 那這樣就可以比較好 好 那我這個我就移到旁邊去啦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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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